HELLO 我是建宏老師 我們來探訪廣義腳跟基座標 那這個是屬於高中的範圍 那我們先來探訪廣義腳的定義 那一個腳要形成一定要有兩個射線有共同的端點 以這兩個來講的話 它的端點就是O 那由這個O這個端點往兩邊射線出發 那假設在第一條射線上有一個A 那第二條射線上有一個B 那麼我們就會把這個腳叫做腳AOB 那這個腳AOB我們就給它一些名稱 如果今天以OA出發 像這個腳的話 腳AOB我們就可以把它當做 它是以OA這條射線出發旋轉 旋轉到OB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旋轉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有向腳 那OA這一條呢 我們就叫做屎邊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屎邊 到OB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給它一個叫做中邊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再給一個 因為它是屬於廣義角度 不是再來我們原來三角形裡面的所謂的 瑞角頓角 或者之間的直角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從OA出發到OB這個地方 我們以逆時針方向為正 所以這個叫做正角 那再來呢 如果今天是從OA的順時針方向 繞到這邊的腳呢 我們就給它叫做副腳 也就是說呢 今天我們在這邊有個腳AOB 我們在討論這個有向腳的時候呢 它不受到正的限制 也不受到負的限制 更不受限於它的圈數 也就是說今天 我先繞到這邊 假設呢 這個時候呢 正角繞到這邊是60度 再來呢 我繞到這邊之後 再繞一圈 是從這邊 再繞一圈 再繞回來 從這個地方 繞一圈到OA 再繞回來 是不是加了360度 所以就變成60度 去加上360度 所以就變成420度 所以以420度來講 其實也是腳AOB 那這個腳我們特別給它叫做同屆腳 那當然負的也可以 負的也可以就是說 我們從這邊出發 從這邊出發 從這個地方 OA開始繞 從這邊繞到這邊 應該是負300度 也就是說負300度呢 負300度 我們也可以說 在這邊負300度呢 等同也是同屆腳 所以同屆腳有無限多個 依次都是看你要順時針方向 還是用逆時針方向 所以每一次360度 每一次360度 都是一個同屆腳 那這種圈數呢 不受所謂的那個圈數的限制 那這就是我們廣一腳的定義 我們舉例來講 假設在如果我們今天呢 再把這個有項腳呢 把屎邊搬到這個X頭上面 我們把屎邊搬到X頭上面 去做一個角度 假設就是這個角度 這邊可能是30度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個我們就叫做 如果今天能夠把它放在這邊呢 我們就叫做所謂的標準位置角 就是如果今天OA在這邊 的話 OA在這邊 OB在這邊 那這種角度 因為把OA放到X頭這邊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標準位置角 好 這個可以標準位置角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就把剛剛做一個複習 就是說 我可以360度呢 我可以從這一邊把它繞下來 我就從這個屎邊 我們從屎邊繞 屎邊這樣子繞過來這一邊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叫做-330度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可以從這一邊 從這個地方 再來繞一邊 就是10邊 我們從10邊再這樣繞過來 繞到這邊 再繞到這邊來 好 是不是 我們從這個地方 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繞了 原來從這邊出發到這裡就是360度 再加30度 所以就叫390度 所以再來呢 再繞兩圈就是再加300 所以就再加360度 再繞一圈又再加360度 一直繞繞繞繞順時針也 順時針的話就是正的 順時針就是正的 那順時針就是扣360度 所以如果是順時針的話就是減360度 所以我們在減360度的時候呢 因為你看30度 原來是30度 最早是30度 我們寫在這邊 30度 30度加360度就是390 再加360度就是依此類推 都可能750啊 再繼續加下去 那如果是30度順時針的話呢 就會形成減360會變成所謂的-330 再繼續減360度 再順時針一圈再減360度 再減360度 再減360度 真的同學們就可以用數學的式子去做一個表達 我想以上所討論的就是所謂廣義講的定義 希望同學們在這邊呢 對廣義講有所概念 同學們 加油